選到議事團的大民國會去桌氣球 好 謝謝林院長之施政報告 在進行質詢之前 先做以下兩項宣告 依施政報告之質詢 以疾問疾答方式進行 每位委員 詢答時間為三十分鐘 如以兩議題進行質詢 每一議題為十五分鐘 採用聯合質詢時 依其人數合併計算 詢答時間 但不得超過三人 二 依登記次序輪到質詢之委員 如不在場 以放棄質詢論 採用聯合質詢時 其中質詢委員 如不在場 亦以放棄質詢論 審查時間不已併入 那麼在進行質詢之前 先請秘書長報告部位首長請假請行 報告宴會 行政院來函 內政部葉部長俊榮本日因公請假 由花次長進行代表列席 外交部部長大園本日上午11時20分至12時因公請假 由侯次長青山代表列席 國防部洪部長四寬本日下午4時30分請 因公請假由政副部長德美代表列席 報告完畢 好 那麼我們現在開始進行總質詢 第一位 我們請廖委員國動質詢 詢答時間為30分鐘 主席 有請行政院長 請您院長 廖委員好 院長 剛剛您聽了你的報告 我特別要提醒 兩岸關係從520以來 不論是政治 經濟 貿易 文化跟社會 已經到了非常緊密的一個狀況 你同意這樣的說法嗎 我想我們是還是希望能夠就是在維持現狀 你只說那個維持現狀其實是不然 當然我們看到的是520以後兩岸關係啊 陷入了一個非常低潮的狀況 甚至進入了一個所謂的冰潮期 冰凍期 連第一線的海際會 海協會現在都獨不回 兩岸關係如果持續的冷凍 已經的態度是你要怎樣就怎樣啊 那麼這樣的一個兩岸關係 影響所及其實是全面的 也才會有昨天觀光產業遊行 你認為台灣要如何應對這樣的一個兩岸關係 台灣能夠撐多久 到可以撐到什麼時候 簡單告訴我 我對於我們目前的整個的經濟發展 以及觀光業未來長期發展是有信心的 我認為我們可以處理得很好 有預期的 你的預期是現在的狀況嗎 現在狀況是因為中國大陸的觀光客 那當然對於旅行業會有短期的收集 院長 你說要穩定兩岸 如何穩定 是穩定現在的冷凍期嗎 兩岸希望能夠在我們 我剛剛提到的就是 我們希望能夠在維持現狀的這個基礎下 那麼能夠做理性的溝通 那麼同時也希望能夠 院長 你這樣的答題還是非常的空洞 我就一見一見的來問你 還有機會的田和茂董事長說 現在是兩岸關係最壞的時候 希望不要再更壞 本系非常不滿意這樣的一個說法 非常的消極 院長 你同意這樣的說法 現在是最壞的狀況嗎 你同意嗎 我們認為兩岸關係 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間 空間 空間在哪裡 只要彼此能夠誠心互相釋出善意 能夠建立互信 有好的互動 這都是有很多可以再去 改善的這個地方 院長你講的還是空話 現在根本就不通 讀都讀不回 你怎麼交流 你怎麼進行雙方的這個互動呢 當然就是所有的良性的互動 都是要靠雙方 不是靠單方面的這個思考 才能夠完成 剛才我特別聽到您說 其實現在大陸的反應都在你的預期之內 是嗎 我們對於這個跟對岸的往來 我們當然會有很多的這個 不同的這個方向的推估了 但是我們期待 彼此能夠在一個理性的基礎下 能夠去進行這個部分 院長已經五個月了 你還有一個禮拜就整滿五個月了 這五個月的這個變化 沒有任何的改善 只有往第一處走 你們這樣不會覺得愧對全民嗎 對不起全民嗎 你選舉的時候有告訴大家說 將來我執政了 我們的關係就是這樣 有沒有非常清楚的讓國民知道 沒有 我剛剛已經提到 就是我們是希望能夠 兩岸的互動 是要建立在雙方的善意的基礎下 不是單方面的善意就能夠解決 善意是空的 院長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經濟的狀況 你覺得我們現在的 因為兩岸關係 現在台灣的經濟是一個最壞的狀況嗎 你認為 我想台灣的經濟 其實受到國際的影響是最大 那麼即使跟對岸的經濟關係 經貿關係也是受到國際經濟影響 所以我們應該看全球的國際發展趨勢 那麼最近這些年來 確實是因為全球化的關係 那麼整個國際間的經濟發展的情形 都不是那麼理想 但是院長你絕對不會否認 因為兩岸關係不良 導致了整個台灣的經濟下滑 成果非常的糟糕 我認為因素是很多的 那麼其實中國大陸受到 這個整個全球經濟不僅去影響衝擊是很大的 所以他們本身的經濟不好 當然也會連帶影響到別的 跟他這個經濟有密切關係的這個地區 你也知道兩岸的這個貿易 一年大概要超過兩千億美金 當中啊 我們是占了大部分的順差 我不知道現在的順差是多少 大概至少在六百億美金前後 這麼大的一個順差的一個額度 因為兩岸關係 就導致了很多的經濟行為貿易行為 停頓延遲 甚至造成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損失 您認為台灣的產業 可以承受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到底什麼時候才是我們的底線 跟兩人報告 我不太清楚您剛剛所提到的 六百億美金的計算基礎 不過我可以了解 就是因為全球經濟衰退 那麼兩岸之間的這個 過去的經貿關係 確實也比以前 也受到影響 那麼但是呢 我不認為兩岸的整個經貿關係 會因為這樣子 會造成一個永久性的停滯 不會 所以院長你認為 兩岸的觀光產業 現在是最壞的狀況嗎 還是會更壞 昨天 數萬名的這個觀光產業的業者 在凱道來群集 跟你澄清 跟你抗議 你認為現在是最壞的 好很快的就會起來了嗎 會嗎 我跟廖遠特約報告 命運是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上 只要我們的觀光業能夠 自己能夠強壯 有提升競爭力 我們其實還有很多的客員 也不見得要依賴單一的市場 院長 你明明知道 現在整個台灣的觀光產業 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靠路客在支撐 是的 不管是 遊覽車 這個餐廳 旅館 甚至 這個伙伴 所有的店 都是靠路客在支撐 你還這樣子說 沒有影響嗎 你現在是一籌莫展 無力解決 不是 我們已經提了很多 觀光振興的方案 包含 就是增加 國內旅遊 以及東南亞客園的這些措施 還有就是讓產業整個轉型 未來產業 就觀光旅行業產業 提高 高附加價值的這個觀光旅遊品的計劃 和這個設施 這些做法其實都已經有一些規劃 而且我們陸續也跟社會大眾所說明 這個不是一處可及 那個不曉得要多久才會看到成效的 有長期的轉期的措施 現在觀光產業要的是 現在就要有分支 現在就要有工作做 現在短期的衝擊是很大 所以我們有一些長期的緩和措施 來就幫助他們 協助他們能度過目前的難關 但是呢 現在你看 昨天啊 田虹茂又講了 看到觀光產業 很慘的慘智啊 這個觀光產業 他說不得已啊 為了為什麼要上街頭 是不得已深表同情啊 完全沒有解方嘛 沒有解決方案嘛 這個是政府的作為嗎 政府應該這樣子做嗎 而且看到我看到張景深 政務委員說 所有民眾的陳情 照單全收 這個是你們解決問題的方案 什麼都給 照單全收 問題是你照單全收以後 會解決嗎 已經有人跟你們批評說 300億的低利貸款啊 就像給癌症病人感冒藥吃 沒有效果嘛 嗯 我不認為沒有效果 我認為每一個措施都有一定的效果 風涼化院長 根本講的是風涼化 沒有誠意 賀承擔部長 好我給你自己上來了 賀部長說不接團課要轉型 OK我同意 但是院長 你不接團課 觀光業如何活下去啊 你轉型 剛剛我講了 那個是要一段時間 不是今天轉型 明天就會成型啊 那個可能是三五年以後才會成型 你要讓大家都餓死了 喝到西北風都餓死了以後 你才要救台灣的經濟嗎 這個部分我想我剛剛已經提到過了 就是說目前我們確實有一些方案 就是如果它真的是在營運上有困難的話 我們也有一些包含紓困等等救急方案 當然我們還是會設法來透過增加國內旅遊的方式呢 國民旅遊的方式呢 來讓他們的客員呢 也不至於受到過度的衝擊 那麼當然我們過去也有開放一些免簽 來增加一些東南亞的旅客 那麼以後呢我們會在這方面來持續檢討 來增加一些客員 院長可惜那個量不多 緩不濟急啦 緩不濟急啦 那麼接下來要問你的是 最近南海風雲 釣魚台風雲 你認為我們因為兩岸關係 導致現在的國防狀況是最壞嗎 是最壞的狀況嗎現在 我們目前的國防 您講的我看就是 好我就告訴你好了 太平島 你們不承認主權 也不組裝治權 我們沒有不承認主權 如果南海 我們沒有不承認主權 我們沒有不承認主權 在馬英九時代 他親自登島 主張這個主權是我們的 你們現在連登島都不敢 沒有什麼登島不敢 其實我們並沒有否認 我們這個主權在那邊 那是嘴巴講的 部長 那個院長 嘴巴說誰不會啊 我也會講啊 這是實際的行動 實際上蔡平島 就是我們現在完全控制 只有內政部長去過 我知道 蔡平島完全在我們的控制範圍 沒有所謂這個主權 幾個象徵性的 像國防部長 一個親自上去一趟 用什麼方式 我想我們這會考慮到 跟國際間的一些相處 以及溝通 院長我就問你 如果哪一天真的南海有事 你要不要派一個陸戰隊 進去駐守 要不要 我們會根據 我們防衛的需要 來做適當的調整 但現階段 我想我們在那邊 我們的這個 固守的這個 整個的這個 兵力應該是 在現在來看 應該是恰當的 你認為現在的海巡署 就足夠應付 菲律賓的挑戰 越南的挑戰 甚至中國跟美國的挑戰嗎 可能嗎 我想南海的問題 其實我們不會跟 所有的國家為敵 我們會在這裡面去 希望能夠大家能夠 理性和平的來協商 理性和平當然是我們的 最終目標了 問題現在 那個地方就是風雲變色 你都知道 你這樣講 簡直是沒有講 沒有回我的話 但是我剛剛已經講了 我們在太平島的這個 目前我們這個 固守的這個情況 沒有任何改變 沒有受到影響 院長 如果 如果 按照現在的這個進度 中國跟美國在那邊發生的衝突 如果他們說 我要借一下這個太平島 借到 因為我們有十二海里嗎 我借個到 甚至借你的設施 你會偏哪一邊 我們 你會怎麼處理 我們會固守 我們既有的這個主權 和我們應該有的這個機制 我們不會讓任何一方 我們不會讓任何一方 對我們的 所以我剛才已經說 如果你只是一個海巡署 在那邊駐守 大陸的部隊來 美國的部隊進來 你守得住嗎 守不住的嘛 我們再看看這個 釣魚台也是這樣啊 釣魚台 跟沖子鳥 一直都是我們的傳統的漁場 如果有一天 中日 在釣魚台發生了衝突 我們會不會派國軍去護雨 會不會 目前我們在釣魚台的 目前跟 目前的捕魚的情況 應該是沒有任何的困難在那邊 沒有困難 對 移民沒有這樣的需求 沒有護雨的需求 我們現在 我們因為 我是說如果 萬一哪一天中日發生了衝突 我們要不要護雨 還是移民就 回來回來回來 不要在那邊護雨了 我想 如果真的是發生戰爭或衝突 當然是有另外的處理方式 我們再看看你的外交 在兩岸關係冷凍的這段時期 你認為我們現在的外交也到了最壞的狀況嗎 我想作為一個負責任政府 我們不會認為 我們不會認為未來 我們不會對未來保持這個鬆懈的心情 我們永遠是用最壞的這個 最保守的方式來看未來的發展 最近陳建仁副總統到了教廷 結果怎麼樣告訴我們 互住了嗎 保住了嗎 教廷的這個邦交已經保住了嗎 目前出訪我的了解是 都算是成功的 成功的 穩住了 沒有 我沒有看出 目前的這個任何的意狀了 你們部會的首長好像沒有什麼事情一樣 都不會去幫你們的院長 我談到什麼你們就自動的出來 不然院長怎麼答覆呢 他只能用空話回覆我 他只能用空話回覆我 我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會請他們來說明 院長你知道現在有多少的邦交是紅色警戒 有多少個邦交國已經進入紅色警戒 還是都很好 都很安全 這部分外交部會有一個評估 當然我們會注意到某些國家 他們的這個 那你部長能夠說哪幾個國家 有進入紅色警戒有沒有 都很穩固 都沒有 都非常安全 確定 好 那我等一下要問你 現在問院長的是 現在外傳說要派送 但是大陸讀不回 怎麼辦 會不會搞到最後 連個部長都派不出去 這個部分目前我們 我們並沒有看到任何不同的 這個或者是對宋先生作為代表的 不同的這個意見 目前還沒有 你是遮著眼睛故意裝到看不到 聽不見嗎 院長 大家都知道了 全國民眾都知道了 只有你不知道 就剛才講了 現在你們的政策 清美日 遠大陸 是台灣的最大的意義嗎 我問你 從外交關係來看 我們希望跟每一個地區和國家 都能夠維持一個良好的關係 並不會特別的偏退某一邊 院長 你打得四平八穩 但是並沒有針對我講的話 那我就再問你 今天媒體報導 日本民進黨的黨魁選舉 他的參選人是台一聯訪參議員 到台灣的代表處聲明放棄中華民國的國際 同時發表台灣不是國家的說法 院長 你應該要立即訓令謝長廷代表 像這個聯訪參議員抗議啊 過去有一個中國的這個球員 也說過 說這個台灣不是國家 當時謝長廷院長是怎麼說呢 他說 我的國家就叫中華民國啊 大聲講 你能不能訓令 我們的謝代表 趕緊向聯訪大聲地講 我的國家就叫中華民國 要不要做 這個部分喔 我不確定你講的訊息 也許外交部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來 部長說 我們國家是中華民國 從來沒有 我是說 你們要不要告訴謝長廷代表 向這個聯訪參議員抗議 說我的國家是獨立的 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叫中華民國 你要不要訓令他這樣子大聲地講啊 這個不需要我訓令 這個謝代表很清楚 他不做啊 那要叫他回國數值嗎 這事情嚴重耶 哇你這個民進黨的這個黨魁啊 哪一天他當了黨魁 當了國家的首相 你們還親美日嗎 你們還親日嗎 這不得了的事情在我看來 我們的政策一向是以我們國家利益為基礎 我們不會特別親某一個國家 完全是以台灣人民的利益為基礎 在講這個聯訪參議員的事情 有沒有注意聽我講嗎 他說台灣不是國家 我們的謝長廷代表 一句話都不吭聲耶 所以我才說院長應該訓令 謝代表快點說 真的跟他抗議 還是我們已經一籌莫展了 沒有辦法了 我想 我想謝代表一定會做適當的處置 她是這個我們國家派出去的特任代表 OK 最少你有講你會處置 那我就不再問這個問題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代武一義來院長 我們應該都會同意這樣的說法 因為你至少現在還有22個國家 是跟我們有邦交的 承認我們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但是最近很多人要搞陸聯 陸聯 這是一種宣答 我也認為OK 但是 昨天他們去參訪這個雙向元的時候 被要求 不能拿布條 也不能拿任何的這個 這個訴說 宣答的內容的一些資料 院長你知道這個事嗎 我不清楚您剛剛講的這個實際的這個狀況 院長知道嗎 部長知道嗎 我想昨天 就是禮拜天下午在華府雙向元的這個活動啊 我想是這個入聯團 跟這個駐美代表處的一個中間的一個共識 因為他們的主要訴求啊 他們是在那邊辦一個祈禱會 有那個王能祥牧師 既然是祈禱會呢 就是為台灣祈禱 祈禱會 對 然後祈禱會完了以後有個茶會 就是這樣子 院長 不 那個部長 剛剛我問院長 院長說現在我們的外交完全 stable 非常穩定 沒有問題 如果又有斷交 如果又有斷交 誰要負責 是部長要負責還是院長要負責 還是蔡總統要負責 在目前還沒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是說如果嘛 不能回答這個假釋性的問題啊 對不對 假釋性問題 你很能變 沒有問題 接下來我要跟大家來談這個 轉型正義 院長我會跟你談轉型正義 是的 這個新政府上台以後啊 我個人認為啊 沒有看到你們的建設 只有政治追上 院長要知道喔 轉型正義 除了我們所謂的不當黨產以外 轉型正義 拿掉不當黨產的時候 它還有什麼核心內容 你認為 目前有關轉型正義的部分 還有好多正在推動中嘛 包含那個就是 那個真相的這個 就是轉型正義的 有關的這個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要求的這個 或提出來的一些 開放政治檔案啊 這個等等的一些 這個內容 還有就是原住民的一些 轉型正義部分也在處理中嘛 所以這個部分應該是 不會只有不當黨產條例 一個法律而已 社長 眾多的這個部會首長的交集 你參加哪幾個 你告訴我 部會首長交接 對 兩三個啦 不多 五二零嗎 大部分都是當時 講我領以後啊 五二零交接 五二零之後 沒有部會首長交接啊 有沒有參加過哪一個部會 或者是成立的 新成立單位啊 我看到了你啊 就是那個 特別參加了不當黨產委員會 那是唯一嗎 那唯一一個交接 所以 你是非常重視這個 所謂的轉型正義啊 那是行政院的新機關 我想過去 廣立院長都會去參加 我看很多都是次長 代表協議協議 或是主命協議協議 那是交接啦 那個跟那個新機關的成立 是不一樣的 尖交尖交 那麼那個是 應該這樣來講啊 就是像我在 財政部長任內時候 當時的那個成立經管會的時候 也是行政院長 由院長去親自去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新機關成立 對院裡面來看 做重要的事情 所以院長去 那個院長我非常佩服你 往例就是如此 我非常佩服你 把這個轉型正義 當作你的市政的核心之一 剛剛我在聽你的報告的時候 你也把轉型正義 當作你非常重要的 要完成的一個任務 但是我要告訴你 除了不當黨產啊 要轉型正義之外 不當的國產 國家的財產土地 要不要轉型正義 我們在第八屆任期的時候 民進黨的部分區委員 曾經提出戒嚴時期 人民受損權力回復條例 就當年受損的民眾的生命 他的刑期 他的財產要予以回復 零有民意回復正數的 就要開始返還 但是我知道現在 根本就沒有進入這個返還的階段 這個以後你再處理 你告訴你要怎麼處理 我要告訴你的是 原住民的土地 在清朝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土牛紅線 你知道嗎 台山線 台灣畫了一條線 清朝的時候畫了一條線 叫做土牛紅線 就是我們講的台山線 台山線以西 就是靠近這個 台灣海峽這一塊 才是漢族的 擁有土地 以東 全部都是原住民 叫藩界 你知道嗎 你知不知道這個歷史過程 我有 約列知道 但是詳細的內容 也許你 那你還好好念一念 轉型正義 這個不是用空喊的轉型正義 而是實質的了解 原住民的土地 這個清朝 就是有這個台山線 為界 那麼到日本時代呢 日本的總督府 把所有原住民那一塊 這個台山線 以東的整塊 包括我花東的土地 全部收歸總督府所有 到了中華民國呢 全部收歸國有啊 院長 這個歷史過程你知不知道 這個部分我並不是 也許我知道的 並不是那麼完整 但是我知道確實 原住民的有一些 土地的問題 我們是需要透過 轉型正義來處理 我希望這個轉型正義 除了不當黨產 你要去處理以外 更行重要的就是 原住民的土地正義 是的 你在報告裡面 我也聽到您 特別提到了 你會關注 這個傳統領域的公告 你會關注原住民的土海法 這我都聽到 是的 但是我現在要問你 蔡英文總統在一個月以前 到我的部落 到都南部落 宣告11月份 要公告原住民的傳統領域 但是我現在要問你的事 公告以後呢 就是公告就是 就是一個宣布而已 土地要不要還 我可以讓一向主委來回我的話 土地要不要還 跟你們報告 我想我們 化設辦法11月1號公告之後呢 我們會以部落為單元 主義的來化設傳統領域 然後公告傳統領域 我的意思是說 你公告了 你要不要讓這些土地 回歸到原住民的掌握 或是所有 有沒有辦法做到這樣 還是公告而已 宣告而已 我想真化編的部分 是會歸還到原住民的手上 這個沒有問題的 那傳統領域的部分呢 因為目前 圖海法還沒有完成立法的工作 那化設辦法是針對 原住民族的這個傳統領域 做化設跟公告 將來這些土地如果要開發利用 都要經過原住民族的同意 宣告 宣告主委 我們不要被漢人騙到 我跟你講 不會啦不會 我們一樣從花東來 我們都一樣承受了民眾的委託 要把土地做第一優先的處理 所以我個人非常的擔心 你公告 但是你不返還 那個根本就不是轉型正義啊院長 那個不是轉型正義啦 轉型這個連半套都沒有啦 所以我要問院長 現在總統親自宣布 要開始要宣告 然後要 後續應該是要返還啦 你懂嗎 院長 這個部分我想我們會尊重 全民會的整個的這個考量 而且這個會跟各委員做必要的溝通 院長 如果我們不重視這個國家暴力 把原住民的土地 霸占 搶奪 那我們今天高寒的轉型正義 都說假的啦 都是假的啦 所以就落實了 你們今天把不當黨產條例通過以後 就以為已經完成了所有的轉型正義 那個是政治鬥爭啊 所以我一開始就告訴你 這個是政治追殺嘛 而且現在 不當黨產條例 你們推定不當 然後要他舉證 民國35年到1949 那段時間還在打仗耶 還在打仗 你要知道他怎麼舉證啊 你要知道他怎麼舉證 偏偏我們現在要講轉型正義 原住民的土地 或是戒嚴時期的這些土地的流失 財產的被沒收被充公 卻要求他們舉證耶 這土地都是國家的手 這國家來舉證才對啊 直接返還 這個才是一個真正轉型正義的核心才對 院長 我榮獲說話比較沉重一點 但是我在立法院第16年 從第一年開始 我們就在講原住民的土地的事 朝代更迭耶 有民進黨的時期 有國民黨的時期 但是都沒有處理 我真的盼望 在這次轉型正義 這麼大旗的 這個麾下呢 院長能夠勇於去承擔這個責任 你在歷史才會有定位 我這個話很嚴肅嗎 謝謝廖委員的指教 我想您提的那個 有關原住民的這個 轉型正義的部分呢 確實是我們應該要去 努力的目標 而且我們也希望 透過這個相關的立法 能夠讓這個問題 能夠得到一個適當的處理 你要催促 你要推促 你不要看著一向孤單 然後沒有助力 不會 好不好 我希望您這個任期啊 不管它多久 不要只拼政治 不要只拼政治 把經濟搞好才是民眾最最最需要的 廖委員講得很正確喔 我想我們一定會努力 讓我們的這個經濟問題 也能夠得到適當的 這個處理 而且希望能夠得到廖委員的支持 那本席今天 兩個大題目 一個就是兩岸關係啊 應該要盡速的來改善 第二 轉型正義 僅包容 包括所有的正義 都要完成 不要選擇性的 轉型正義 我剛剛講的那麼多的題目 沒有一題是 答案讓我滿意的 沒有一個題目 所以 我要代表民眾 再向你 拜託 用心的來經營 最後一個 阿瓦卡布 一個內閣 是阿美祖的話 是阿瓦卡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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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廖委員的質詢 謝謝林院長 下一位 我們請 吳委員秉睿 質詢 尋答時間為三十分鐘 請 88 您 正 請教幾個問題 就是也要跟你報告講給你聽 如果一般人是跟你借了一萬塊 我們可能覺得可以借他 一萬塊也沒有很多 需不需要擔保 可能不需要 一百萬對經濟狀況稍好的人 可能可以考慮 如果借16億 不知道院長覺得需不需要擔保 因為我個人沒有16億 所以我沒有辦法借 但是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高的數字 如果說是借貸金額非常高的話 某一種程度的信任和保證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來跟您講一個台灣發生的歷史往事 民國102年 也不是很久以前 距今三年前 6月26號 台灣的兆豐銀行 它由台北的復興分行 跟它的國外部 兩個部門 一個出80%一個出20% 就借給了 國民黨的中央投資公司的海外紙商公司 USDollar5000萬 折合約新台幣16億 6月26號撥款 已經先動撥了 6月28號 公司內部才在開這個如何來保障的會議 這裡有正式的公文上面寫得清清楚楚 右邊這一邊 講得清楚 它是一個無擔保的放款 6月26號動波 然後 它這個所謂的6月28號要保全這個債權 其實是個幌子 就是 它的做法是 拿 中投 元大金控 所持有的股份 委託給兆豐證券 香港子公司 的戶頭裡面 代操作 但是 因為 元大金控的股份 是我們台灣 交易市場上面的股票 必須要在台灣賣出 所以 它是委託 趙豐證 香港子公司 然後 設立一個保管戶頭 在台灣的趙豐銀行 再由趙豐銀行 委託台灣的趙豐證券 如果要出售這個股份的話 在台灣的市場賣出 所以 嚴格 認證來講 它是一個委託代操作 它根本不是擔保 院長 如果要擔保的話很容易嘛 就把股份拿去執押就是擔保啦 股票有市值嘛 我市值看是要五成 還是要六成 你來估價 然後被執押在銀行 這個就是擔保 但是它不是 因為委託代操作的這個戶頭 股份放進去 可以動它的人 仍然 是這個中央 中頭 委託他來操作 繞遠路放到 趙豐證的香港子公司 那 唯一 可以解釋說 它稍微有保障 就是說 有一定一個特約 這個特約說 如果日後 中頭公司 沒有一約來償還這五千萬美金的話 趙豐證券的香港子公司 依壽信銀行書面指示 這個壽信銀行就是趙豐銀 賣出本案證券賬或是股票 優先償還本案借款 這是一個債權的約定 如果人家有其他的 保證的物上 物上的這個擔保物權的話 這個還不在他的後面 那為什麼 要跟你指出這個稍微有保障 但是這個保障是 系諸於 受託銀行是趙豐銀 然後 他委託賣出的公司 是趙豐證券 台灣的公司 這樣子的話 整個都在趙豐金控的範圍內 他 多多少少還可以解釋說 這個 反正他賣掉的錢 還在我 可以看得到的範圍內 那我隨時 可以跟他取場 但是 到了今年的 今年的3月7號 趙豐證 在 他的董事長劉大輩主持董事會 這位劉大輩先生 有一個特殊的身份 他是 中卓國民黨的中央常務委員 他在董事會裡面 把這個趙豐證 香港子公司是賣給 中資的一家 香港金融數據資本股份 有些公司叫做FDT 這個FDT 他是單一的 他的 資料給他看起來 是開辦群島上的紙上公司 說 只有一個人 持有股份 一個劉先生持有這個股份 而他的背景是 中資 3月30號 簽完了買賣協議 到今年的8月10號 要完成股權的交割 這個 先看 下兩張 再下一張 這張公文 做一看這張公文 買到的FDT 在8月3號 正式的公文 告訴趙豐譯 這個趙豐譯的 台北副新聞行 趙豐譯的國外部 還有趙豐證券 股權交割之後 我原來跟你的約定 都不生效了 股權交割之後 我原來委託到銷售 你要幫我保管這個戶頭 然後我將來要委託你 你將來可以 從這個戶頭取藏這個約定 依照公文講 都不再負責協議書的這些義務 也就是說 原來沙維有的那個羈絆 在賣掉香港趙豐譯的子公司之後 就宛如斷線風針 所有的保障 全部都沒有了 我在這裡要指出 如果劉大貝先生 他明知道香港趙豐譯 裡面有這個 中投的元大金控股票 在委託代操作 而他的目的是要來保障 像這五千萬的債權的話 五千萬美金的債權 十六億的話 他故意去賣 明顯有背信行為 這個地方事實上是應該要偵辦 他有沒有背信 好 那有沒有背信 是另外一回事 我繼續在那邊講 從這個故事要跟你們講 正常的來看 如果發生這樣的狀況 銀行應該怎麼處理 也就是說借了五千萬的美金 十六億台幣 現在等於完全沒擔保 兩種做法 第一 立刻還款 因為你的擔保不見了 這條路如果不走 再歧視你要增補足夠的擔保品 如果你不要他還款的話 你應該要馬上叫他提供 你受信足以增信足夠的擔保品 這是銀行正常的做法 但是我沒有看到趙豐瑩有這樣做 所以 我們是不是該要求趙豐瑩 就這兩條路要選擇一條呢 否則這十六億五千萬美金的 這條貸款 要如何確保 那如果 將來如果變成呆帳 又誰來負擔 另外一點說 因為現在剛剛有提到的轉型正義裡面 本院 立法院 定的不當當產處理條例 對於國民黨的資產 如果他不能夠舉證的話 先推定他是不當取得 應該返還國家 我去銀行貸一條款 我去銀行貸一條款 我去銀行貸 將來是這個保證品 擔保品 是銀行取償呢 還是應該還給中華民國 事實上他就是在規避 不當當產處理條例吧 為什麼會這樣講 今年的三月 本院是今年二月一號上任 第一會期最優先的法案 大家都知道是不當當產處理條例 所以我三月的時候 把趙豐鎮香港子公司賣掉 讓這個羈絆不見了 這是第一 第二 這是間接的變相 把本來該歸還給中華民國的 這個元大金控的這個股份 或是說將來如果證明 他有其他的不當當產 你應該從這個股份上面取產的 讓他像斷線風箏飛走了 這在脫產 所以這裡面有好幾重的問題 最後 要講到遺憾的知識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 其實最根源的地方就是 一個民主的政黨 他不應該有黨營事業 你想想看 執政者 我說起來從某一個角度 我也同情這些承辦人員 當他的上層董事長跟這些董事 趙鋒的總經理 都是因為政治的任命 他是因為政治選舉獲勝 所以有權力去任命這些職位 然後任命的時候 跟他講說國民黨要來貸款 將心比心 有幾個人抵抗得了 有多少人說不要 因為你如果說不要 很可能你的職務 不要講說明天 可能下個禮拜或下個月就不見了 所以 根源在這裡 我們政府機關 尤其是行政機關 我們是國家遊戲制度的執行者 最像的比喻 他就是球場上的裁判 如果球場上的裁判可以參加球賽 這個球賽不可能公平 遊戲規則的執行者 如果他自己可以 維護他自己的政黨的黨營事業 這樣子的遊戲規則 絕對不會公平 這樣的結果絕對是苦果 要由全國人民來承擔 當然啦 剛剛前一位委員也跟你講的轉型正義 但他講的轉型正義 跟我們現在講的是不一樣的 所謂的轉型正義 是在威權統治時代 如果你要把它上訴到好幾個朝代以前 那沒完沒了 我將心比心 我剛好跟他是同鄉 我的故鄉是台東 你知道光台東縣 假設現在人口22萬 原住民大概佔六七萬 其他的是平地的 和這個 和樂郎 客家人 新住民 如果你不分青龍照牌 土地都歸還原住民 那當地人民的財產 私有財產又如何確保 所以那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而不是拿來這邊縮嘴說 你多少年以前 所有的土地都是哪一個族群 全部要還給他 如果事情有這麼容易就好了 我們當然就有辦法很快解決 所以我是個人認為 有的東西也不可以隨意承諾 但是我要跟你講這件事情是 我要這裡 希望你能夠保證 往後 不要再借給任何 黨營事業 至少國庫 公營航庫 不可以再貸款給任何黨營事業 你能同意嗎 我想 這個 這個 如果說是對政黨的貸款 不管是任何政黨的貸款 如果沒有擔保的話 那麼我們是認為公營航庫應該盡量避免 有擔保我認為也不適當 有擔保的話 你今天的擔 我的看法是這樣 我說的是黨營事業 我不是說政黨 因為我們政黨有黨費 有這個合法的政治獻金 以及經過國家依照法律給予的補助款項 如果在小額度內有那個擔保沒有問題 我講的是政黨不應該經營黨 所以如果黨營事業 要來供銀行庫借款 我跟你表達我的意見 我是反對的 以後應該政黨如果沒有經營黨營事業 當然也就不會有黨營事業 再來到銀行貸款的問題 但是問題是在 不到檔產清查條例處理完之前 這幾年可能還有 所以我是說 希望我們行政機關嚴格的把守這一點 好不好 好的 我們會把您的這個意見 我們會把它記下來 對那另外就是 對於這一批款項 你要真補單薄品呢 還是要要求他清償呢 也應該要做出一個決定 這是合理的要求 這並不過分 任何人到銀行貸款都是這樣 單薄品滅屍之後 也是要補單薄品啊 不然的話 你就是要清償啊 謝謝委員長 我想您這個問題 我們會請財政部 他是公股主管機關嘛 要求他去注意到 他這個目前這個 原來提的單薄已經不存在的時候 他應該怎麼去處理 請你下一步的問題 好我們請邱部長跟許部長先回座 我第二個問題是要講TIF TIF的爭議 其實存在了好多年了 三年以上 因為我第一件接受到陳情的 就超過三年了 這個TIF 到現在我一直認為是台灣 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院長你想想看 我們之前的那個卡債 借現金卡 以前廣告上面這個 電視廣告上面 借錢啊 非常方便啊 後來衍生很多卡債的問題 以及美國的二次級房貸 衍生了這個雷曼兄弟債等等 這個聯動債的問題 前兩波的金融風暴 我們政府機關事實上是有處理的 當然處理的不見得人人滿意啦 但是他至少有賠付一定的比例 或是請金融機關出來處理 要償還一定的比例 但是TIF 院長我在這邊跟您報告 他的風暴絕對比前面兩個要大很多 這一期的雜誌上面說 會搞倒台灣中小企業3700家 我個人認為還不止 他現在所傷害聯動到的金額啊 金管會的報告一直是說 他的金額逐漸在縮小 逐漸縮小原因是因為這個契約 大家知道問題很大了 所以幾乎沒有在做了 可是沒有在做的背後 並不是說錢還了喔 他強制平倉也好 然後這個賠付沒有辦法也好 累積變成客戶的債務 銀行對客戶的債權 客戶對銀行的債務 是從第一張清單 TRF的清單上面 跑到另外一張清單上 變成客戶基欠銀行的錢 這個就是會 最後會引發企業會倒閉的原因 現在 你知道TRF的交易啊 動不動損失的金額 是幾十萬美金以上起跳 很多還是幾百萬美金 甚至有千萬美金 那如果是3700家 他累積的金額是非常的驚人 我在這裡要講一個事情 從發生到現在 今年的520以前 當然是以前的馬政府 520之後就變成我們的蔡政府 從頭到尾 我都不認為金管會有做好 完全了解跟統計 我們以前有決議 要求金管會是不是 依照法令規定 把賣TRF有多少的commission 多少的佣金 跟財委會報告 報告的內容居然是跟我們講說 因為他賣很多種產品 都混在一起 所以沒有辦法單獨把它分離出來 院長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這個看法 如果銀行是這樣講 然後金管會這樣接受 老實說我心裡是憤憤不平 為什麼呢 我以我為例 我在立法院 我的薪水 我的補助金 我的什麼支出 連包括我的助理他的錢 一分一毫 都是有金流的 都是要撥入戶頭的 同樣銀行的員工 不管他是李專不是什麼 他的錢從哪裡來 他如何計算出來的 也是都有會計準則計算 才有結果的啊 有沒有可能說一個李專 你這個月領30萬的獎金 不跟你講這30萬獎金如何計算 30萬獎金就是我看你長得帥 你長得美所以給你30萬 另外一個長得比較不起眼的給25萬 不是的 銀行要給工作人員多少獎金 他為什麼領到這個錢 都有一個計算的基礎跟依據 我在這裡要講一個觀念 如果金管會完全全盤的接受銀行的講法 金管會就變成銀行的辯護人 他就跟銀行產在一樣的立場 而今天TRF這個銷售的爭議很嚴重 嚴重到現在銀行都自己來承認說 我們不知道這裡面是藏了這麼多東西 我們不了解 銀行在賣他不了解的東西 結果因為佣金很高 到處推銷 裡面的不當手法零零種種啊 過去在國民黨執政時代 他訂了一個很低的門檻 說你的公司OPU帳戶 只有五千萬的資本以上 你就叫做專業投資人 結果發生兩種狀況 第一種 就去找 哇 我的客戶裡面 哪一些跟我往來正常 然後他有五千萬的資本 去請他買 然後這個買的過程中充滿了引誘性喔 先給你扣大你不用繳錢 給你五十萬美金一百萬美金的扣大 契約簽一簽 契約也不了解 銀行也不了解 他也不了解 真正了解的只有上手銀行 制定遊戲規則的人 就事後發生之後 連那個到底換算的那個匯率是怎麼算 也沒有人知道 也是上手銀行決定 所以一個遊戲規則的制定 叫上執行 全部都是他 然後全世界就是台灣受傷最嚴重 我想這中間的爭子非常多 另外一種就是 今年的 今年的 在立法院 我記得是6月8號吧 在裁委會 黃國昌委員 有提出質詢 說如果是用 一條龍 TRF的販賣是用一條龍作假 這邊的一條龍不是觀光業的一條龍 什麼叫一條龍呢 就是這個客戶他原來不符合購買的資格 但是銀行教他如何作賬 如何去製造假的這個交易的這個金額 然後去讓他取得這個符合購買TRF的這個標準 然後再叫他要去買TRF 就是連他購買的資格都是銀行創造出來的 丁主委當場承諾 有這樣的狀況要撤換負責人 撤換經理人 結果丁主委自己在媒體上面講說 你有查到10家 幾家我不知道 或許還會更多 或許少一點 到現在沒有撤換任何人 第二 依照金融消費者保護法 第三十條的規定 你要銷售商品 你要認識客戶 你要充分的說明風險 要讓客戶完全了解這是什麼東西 我剛剛講的 連銀行都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他在賣給客戶 完全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三十條 三十條的 有一個特別的規定 就是說如果 金融機關這樣做 他可以就他獲利的範圍內 沒有額對的給他處罰 也就是說他如果賺10億 你可以給他罰10億 兩個困難 一個就是說他可以解釋 因為前面有一個規定 如果是專業投資人的話 這個就不在此限 這是第一項 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是 我不知道他到底賺多少 因為這個銀行賣那麼多商品 有的是這個TRF賺的 有的不是 就是用那種大水庫理論跟我講 在打混 我不去詳詳細細的計算說到底賣了多少 得到多少錢賺了多少佣金 不去給你計算 因為知道這個再往下查 法律適用下去不得了 我在這個地方 要為買TRF的人說說話 他們或許不了解 或許是因為跟銀行長期的信用關係 因為這些人都在做外匯 做外銷 所以他有外匯的需求 他跟銀行之間的往來關係 是非常密切的 所以台灣的重小企業老闆跟銀行之間 常常會有很好的友誼關係 利用這樣的友誼關係 在銷售這樣的商品 結果傷到他自己的客戶 現在有很多銀行他也跟我們講 私底下講說他很後悔 但是來不及了 傷害造成現在這個爛攤子要怎麼處理 我現在做出幾個要求 希望院長你能夠要求今晚會要做到 第一 賣TRF到底賣了多少契約 然後他撥給這些出售者的佣金 到底多少 要要求今晚會清楚的統計出來 我們才知道這將來會對台灣造成多大的傷害 就算將來政府要紓困也至少還有一個依據 否則的話這樣子 就是龍統的沒有辦法負責調查出來的 將來對台灣造成的傷害 連彌補都有困難 一切施政的依據是這些統計實際的註據吧 請不要再接受銀行龍統 含糊不講出事實的這樣子的統計數字 統計數字統計完了之後 對於過去造成這些傷害 如何彌補大家來共同想想辦法 再來就是依照法律的規定 立法院制定的法律 他為什麼要那樣定 他有他的立法理由跟意志 就是立法院授權給你行政機關 可以去做這樣的處理的時候 要拿出擔當來 我以趙鋒營紐約分行 懷疑沒有照實申報 有被有懷疑有洗錢的嫌疑這樣的一個罰款 美國紐約州的金融服務署 一罰罰1.8億美金 57億台幣 台灣DRF造成幾千億的損失 如果你還是要罰款幾百萬 沒有任何家銀行會在意這個事情 金管會要如何得到人家的尊重 要如何得到銀行 如何得到保險公司的尊重 我講一個笑話 我在大學的時候讀法律系 有一天上保險法 大家討論保險法內容討論得很快樂 很認真在學 我們保險法老師跟我們怎麼講 當時只有財政部 金融市底下一個保險科 連科長在內總共七個人 他說你認為是這七個人在管保險公司呢 還是保險公司在管這七個人啊 當然不是人數多少的問題 同樣喔 如果金管會對銀行的問題 一拿了講法你就全盤接受 保險公司的問題 你保險公司的講法你全盤接受 那到底要這個金管會幹嘛 所以我是要講說 如果你能夠依照立法院授權給你的法律 雷利風行的嚴格執法 我認為受害者會跟你比個讚 聲望可以提高 而事實上這才是真正的悲天憫人啊 如果每次施政都要站在強者那一邊 保險公司很大 我聽保險公司的 銀行很大 我聽銀行的 對人家哀哀無告的受害者 或是跟他的對立的當事人 都沒有辦法給他一個保障 沒有辦法給他一個幫忙 那這就是弱肉強食的社會 沒有人會把你金管會當做一回事 所以我要的是一個態度跟決心啊 你有沒有辦法把這個資料統計清楚 有沒有辦法把該懲處的人做一個 依照法律給他一個懲處 有沒有辦法執行你的法律 先不要講心理啊 如果連執行法律都有困難 那叫大家要如何信任 所以我在這部分要拜託你 我是語重心長啊 我參與政治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夠輔助弱勢 能夠對抗強良 結果 怎麼走了這麼多年來發現 政府機關 好像跟我這個理念 沒有辦法完全棄合 我再一次說 如果銀行說什麼 你就全盤接受 那這樣子根本就沒有辦法處理事情 因為銀行現在已經捲進來當當事人啊 爭議的對照正好是買契約跟銀行啊 還有上手銀行的關係 今晚會要釐清啊 對於上手銀行來台灣賣這種東西 如果不公平 沒有符合公平正義 難道我們不能罰上手銀行嗎 上手銀行都是一些外商銀行啊 更大 你更怕 不應該是這個樣子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我們台灣的金融秩序 其實我們台灣未來的 這個東西要怎麼走下去 我是覺得很悲傷啊 但是我是很語重心長 講是因為期望你要做好 好請丁主委回座 再來我要講幾個我地方的小事情 這個我覺得脈絡是一貫的啦 大家都知道今年年底啊 有一張支票要兌現就是機場捷運要兌現 機場捷運要開通 院長機場捷運喔 從林口下來之後 經過青山路 然後從我們的新莊 經過三重到台北市 他發生了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不是很大 看你要不要處理 因為是很多的高樓社區 就在機場捷運的旁邊 機場捷運的沿線啊 到達我們那個地方的時候 高二三十公尺啊 三十幾公尺的都有 他跟那個大樓之間的距離啊 其實是很近的 在馬政府資產時代 我一照的要求說 你既然要試車了 你要給我做隔音牆 結果 我認為那個隔音牆的那個 先講制度 他要求說 叫新北市政府的環保局 日夜來這個地方 監測噪音的這個分配數 然後這個噪音的分配數 超過七十以上的時候 要來考慮要不要做 因為試車時間不定 事實上現在那附近的區民 一再抗議 我幾乎晚上睡不著覺 因為你那個試車有時候 跑到十二點一點兩點 那那個地方又爬坡 你知道機場前運 因為他變更設計過 他很多的改裝 而且他重量度都有改變 所以他那個噪音其實很大 瞬間噪音 那這個晚上 到達半夜夜蘭人靜的時候 七十分貝 我是覺得 你一個機場前運 如果蓋了 在不是很長的地方 你應該 給附近的居民一個交代 要做隔音牆 因為是你 人家先住在那邊 你才來蓋的 我們損害別人 要以最少的方式 這一點是不是可以拜託 我們交通部 你要慎重考慮 你如果隔音牆不能做的話 當地的居民 有可能會抗爭喔 因為這個對人家的生活 實在影響太大 了解 跟委員報告 我的了解已經有六處 現在正在做這個刊定 那我想 有沒有包括這個地方 我們會後就去了解 謝謝 對 我再一次嚴格的 我在一次嚴重的跟你表達 這個對我們地方非常的重要 好 先請部長回座 再來要提醒一個 最後一項就是 供應翡翠水的問題 供應翡翠水 本來在板橋的光復地區 要做一個蓄水池蠻大的 他原來的土地責定喔 本來責定的地方 在新北市政府內部開會的過程中 把他往北挪 往北挪距離不遠 但是很大的問題是 往北挪那塊土地啊 上面有廢棄土 而且裡面還有一些高污染 那最嚴重的是 新北市政府還跟你講說 他不負責取得土地 因為虛地機關是自來水公司 那自來水公司 現在要早期的方法來 讓全新北市 包括三峽櫻哥 土層的一部分 都可以最後一塊 拼土完成 可以先完成 但是那個供應水的那個 穩定度會受影響 我在這個地方要拜託你 經濟部這邊要把 好謝謝吳委員 謝謝林院長 好來請回座 報告院會上午質詢到此為止 下午1時50分處理臨時提案 下午2時30分繼續開會 進行施政報告之質詢 現在休息 請多多次回到這次 都可以再次請提案 再次請下時間 下午3時 這邊請坐 請坐 還有請坐 演出 哪一路 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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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